- 军备时刻,近日在江南造船对其搭载一步的报道中向该场呈现的第21艘052系列飞弹驱逐舰称为某型号手制船,并强调了手制船的特殊性。 该型号在052D型的基础上对电子系统、武器系统、上层建筑、飞行甲板等都进行了一定调整与改进,报道称目前该舰已达到下水条件,稍早曝光江南造船厂搭载一步船台的052D该进行,0521、0521与052D对比,大连赛近的两艘052也有可能是0521该进行。 对比发现尾部甲板似乎比旁边的0521长一些,从报道文中可以看出某型号手制船应该就是传闻已久的052D型飞弹驱逐舰,那么052D型飞弹驱逐舰与052D型到底有哪些不同呢? 报道中明确提出了电子系统、武器系统、上层建筑、飞行甲板等都进行了调整,那这个载动可以说就非常大了。 首先来看电子系统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,0521很可能综合了部分055的雷达电子技术,比如采用综合微单骑乘双波段雷达来提高舰体的探测能力,0521想象图,武器系统也进行了改进,052D目前装备的是64单元垂发系统,但是目前并不具备反导能力,055因造价高昂建造数量应该不会特别大。 美国万吨级巡洋舰和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目前在意22艘,全部都是24年前服役的,除了DBG1000外,美军没有再建万吨大区的打算,只是对博客进行升级,从这方面来看我们055建造数量不会很大,那么海上反导能力将会不足,这就需要0521来补充,0521的对象就是建造中的博客三型飞弹驱逐舰,如此0521 0521将会换装空055一样能发射反导飞弹的新型通用锤发,并且数量也会有一定提高达到80至96单元左右,055的锤发具备发射反导飞弹的能力,052D发射海红旗9飞弹并不具备反导能力。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海军最大的短板就是反潜能力不足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制于反潜机平台的限制,在G20研发成功之前,我海军主要的建在反潜机就是卡28系列和直9系列,受制于机体平台限制,滞空时间,飞行速度,搭载设备武器数量等多方面都不理想, 随着G20的研发成功,以G20为平台打造大型反潜直升机,其反潜能力将同美日等先进反潜力量处于同一水平,由于10吨G20明前比4吨G值9要大的多,所以家常飞行甲版式必然,G9从052D上起飞,以G20为基础打造反潜版式必然的,综上改进后的052D将会装备双波段向护震雷达,装备055红旺, 锤发装置,锤发单元增加16-32单元,具备反导硬币,搭载直20反潜机,这样的052D排水量将会由现在052D的7500温提升到9000温左右,与美国国特级驱逐渐相当,延伸越多,中国052D驱逐渐涨啥样? 比052D连值更高,未来阔江舰10艘,本门所用C巨逐军为网易谈兵独家约稿,专载请助名出赴,当前,中国海军已经下水和服力的至少13艘052D驱逐舰,成为当前中国海军建造数量最多的宙斯盾驱逐舰。 不过,有军迷分析,052系列驱逐舰应该不会停止0052E,由于万吨级055驱逐舰已经下水,中国极有可能利用055驱逐舰的技术,改进现有的052D驱逐舰,从而衍生出更先进的052E驱逐舰,狐独有偶。 此前,中国军事服务馆展出了一艘052传型的驱逐舰模型,从外形上可以看出,该舰和已经服役的052D并不一样,因此,有军迷指出,这艘模型有可能就是052E驱逐舰的模型。 其实,关于052E驱逐舰的报道,网上已经出现多次,此前,有文章称,中国将会建造40艘神盾级驱逐舰,从公开资料可以确定,052C驱逐舰已经服役了6艘,且不再建造,052D的建造数量有望达到16艘,055万吨级驱逐舰的数量至少8艘。 如此算来,中国神盾级的数量还差10艘左右,因此,这一数量极有可能通过改进型052E驱逐舰来补充。 因此,网易谈兵通过网上公开资料,结合已经曝光的一次052E驱逐舰模型,设计出052E驱逐舰的C巨逐,以供大家介绍,相比已经服役的052D驱逐舰,052E在传体设计上,基本没有多大的改变。 不过,吨位达到了8000吨,超过052C驱逐舰满载排水量6800吨。 此外,052E驱逐舰可能采用和055类似的镜桥设计,采用射频综合集成技术,信息化能力更强。 同时,052E全舰各类天线将采用共性设计、舰上作战、平台和通信网络一体化集成,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及引擎性能,可组织远。 中,近三层消息预警防御网,不过,在垂直飞弹发射方面,052E并没有更大突破,依旧沿用052D驱逐舰的设计方案。 均为前后各32单元垂直飞弹发射系统,可装备国产红旗9B防空飞弹,宁基18远程防空飞弹,鱼部8A反潜驻飞鱼雷以及长舰10对陆攻击巡航飞弹等。 此外,052舰手装备有一门1130G防系统,舰尾装备有一座海红旗10进防飞弹系统。 因此,052E驱逐舰具备极弹极强的防空、反导、反舰、反潜、堆地和电子占能力。 由此可见,052E有点类似于是一款简化版的055驱逐舰,主要是为了继续强化中国海军的防空反导能力,降低中国海军采购成本,而且,继续升级052D驱逐舰,还能尽可能统一后勤保障的压力和难度。 这对海军战斗力的形成,将于 在这里点油 hemisphere上有些关系统,然后我们修了理论中前面的圅集电影点。 这对海军火梦编导的断路也有十分之多。 这对海军火梦编定都会有精彩的无限》、 这对海军火梦编案的一条大工惠导能力。